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大楼 就是在一个相当好的地方要一起吃饭 今天这个段落就给我们看见在用餐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记录 这是世界名画的场面 对啦 让我们来看看经文 从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 时候到了耶稣做喜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再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注谢了 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神的国来到 又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掰开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学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看啊 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有货了 他们就彼此对问 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哇 这真是最后晚餐的细节描写 耶稣很清楚的 把这一次的晚餐 喝的杯 吃的饼 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意义 不只是杯里装着的葡萄饮料 也不只是手里拿着的饼 这是当时过节一定会用的 吃的 喝的 但是耶稣赋予这杯和这饼 一个新的含义 是纪念主 象征着他的救恩和新的约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为了纪念主我们也会有主餐 对 这一个重要事件 影响到今天 是 教会仍然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赋予他一个新的意义 是 就成为基督徒彼此团契 彼此提醒要纪念主 必须遵守的一个条例 是的 那这个事件 带给我们对逾越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 顾名思义 逾越节是追溯到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那在出埃及之前 在自己家里要吃羊 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 于是这一个灭命的天使 看见血的记号 他就逾越过去 就不会进这个家杀长子 所以越节就留下了这个历史处境 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旧约时代 神的救恩临到这一群 正要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不过耶稣基督在同一个逾越节当中 刚刚讲的这段经文 就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了 不只是当年旧约时代 拯救以色列人 他这个新的约 新的救恩 是拯救万主万民 所以我们也许也可以说 当时的逾越节 摩西他们所过的逾越节 所设立的这个节日 是对未来基督的救赎的一种预表 是 也可以这样说了 那就在这个首节的过程之中 后面的经文 却出现了一个反高潮 是啊 怎么突然在这么温馨 并且有一点哀伤的情况下 门徒竟然讨论起了谁当老大 是啊 这群门徒真的是 很多时候搞不清楚重点 搞不清楚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常常也搞不清楚重点 24节以后讲到门徒起了争论 讨论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可以算为大 耶稣基督给的教导是 要为大的人 是要服侍人的 是的 牧师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在教会常说 为大的是要服侍人的 或者是要为头的是要做仆人的 那基督徒呢 在面对生活当中一些伟大的事迹 伟大的人啊 我们可以向往这种伟大的事情吗 哦 是啊 很多人鼓励我们去读传记 是啊 因为这些伟人的生活经历 的确可以提醒我们 有时候伟人啊 付了很大的代价 才学的一个功课 是 我们读他的传记就学了 哇那是懒人包 对啊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减少了 重蹈覆辙犯错的那个可能性 以及付出的代价了 是 所以读伟人传记是有用的 是 只不过读伟人传记啊 不是教我们要做伟人哦 哦 是要学习伟人 成为伟人的那个过程啊 那什么叫做伟人呢 其实伟人能够成为伟人 必定有一些重要的生命素质 嗯 这个生命素质正是提醒我们的 但是在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之中 我们不是要去指挥别人 而是要服侍别人 是的 所以刚刚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 讲到人间会有君王 那君王就是指挥人的人啊 没错 但是耶稣说 你们你们指的是他的门徒啊 嗯 这一群使徒啊 要跟随耶稣 不是要去指挥人 而是要服侍人 只有这样 耶稣基督的恩典 才能够借着服侍人 而流到人群之中 哦 这样牧师我了解了 当我们在鼓励一些年轻的基督徒 或者他在事业上有野心的基督徒的时候 首先要紧的应该是 你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 是学着向主 是一个服侍人的人生 是的 就算我们在世界上真的是在某个领域的领袖 是 我们做领袖的时候也是带着仆人的心态 意思就是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因基督的缘故 我们愿意服侍众人 用服侍众人的态度来领导 这就是所谓的仆人领导嘛 原来如此 是的 求主安待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了不只更清楚 设立主餐的背景和神学的意义 更是在我们的人生操练之中 既然领受主餐 就学习做众人的仆人 愿主带领今天的生活 使我们成为一个仆人领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